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2024年乒乓球WTT太原常规挑战赛 即将在5月21日拉开帷幕 根据最新消息,又有两位名将放弃参加 那就是台北世界亚军郑宜静 以及他的队友对内2号主力陈思雨 在此之前,张本志和早田希娜等人舍尽球员 放弃参加WTT太原赛 选择不远万里去巴西打WTT礼约赛 如今报名了WTT太原赛的郑宜静 陈思雨也决定退出 而在此之前,原本参加女双的日本组合 平野梅宇、张本美和也放弃了该项目 韩国名将朱先锡则是一退到底不来 目前国平优势进一步扩大 多达35人将冲击5个大项目的冠军 值得关注 本次太原赛是国平在2024年 巴黎奥运名单出炉后的首次练兵 声势浩大 总计有35位运动员拿到各个项目的资格 其中单打有28人出战 双打有15队组合报名 在数量上对其他协会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 运动员实力也有保障 从世平年的官网看 太原赛原本似乎应该在5月20日开打 因为总赛成篮里包含有这一天 如今却被推迟一天举办 许多球迷猜测 这可能是因为资格赛人数不够所致 由于同一时间段 巴西还会举办WTT里约热内卢常规挑战赛 所以各路运动员不得不二选一 其中巴西选手余国等人肯定会参加里约的比赛 但紧邻中国的许多日韩名将却不来太原 大概率是觉得自己很难在中国队的主场取得佳绩 因而选择去巴西赚积分 而在参赛名单公布后 许多人都大吃一惊 因为这次国兵的选手阵容的确非常庞大 其中单打原本就有20人 随后还拿到了8张外卡 不过外协会却有人放弃了已经到手的机会 郑宜静 陈思宇是目前台北女队的前二号运动员 在外协会也是排名前列的高手 然而现在均已退出WTT太原赛 至于平野梅宇 张本美和是日本女兵的奥运主力 如今也放弃参加女双 结果导致这个项目中的一半参赛组合都是国兵配对 更夸张的是 混双项目总共才13队组合参加 结果其中8队都来自国兵 而且包括王楚钦 孙颖沙 林高远 王亦迪 林诗栋 宽 宽曼这样实力超群的配对 外协会选手估计都有些绝望了 目前看来 本次比赛的主要悬念来自单打项目 虽然国兵有多达28人参战 但六位入选了巴黎奥运会的主力 王楚钦 樊振东 马龙 孙颖沙 陈梦 王曼玉均未报名 但即便如此 国兵名将梁敬昆 林高远 林诗栋 王亦迪 陈信彤 钱天一 宽曼等人都会参加单打 另外还有各个段位的选手出战 而外协会的高手则是大量缺席 所以总的来说 中国队的优势依旧非常大 WTT太原常规挑战赛赛程出炉 球迷首先关注的 当然是主力球员的赛程情况 和之前的不太一样 这一次 国兵参加奥运会的几大主力 都不参加单打比赛 但是除了樊振东之外 王楚钦 马龙 孙颖沙 陈梦和王曼玉 都会出现在双打当中 而且 王楚钦虽然没有参加单打项目 但是他还需要进行一天三赛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太原站的赛程 5月21日至5月22日 进行为期两天的资格赛的赛程 这一次 资格赛球员可谓是人满为患 单单是国兵参加太原站资格赛的球员 就有多达12位 男单方面 刘丁硕 陈远宇 徐英斌 薛飞 周凯 徐海东 胡东申 女单方面 杨一韵 秦渝轩 韩飞尔 徐毅 范淑涵 在只有32名正赛球员的情况下 国兵的这几位资格赛选手 将会在仅有的八个资格赛名额当中 脱颖而出 有可能还会遇到内战 所以从5月21日开始 就会有多场我们国兵球员的比赛 5月23日将会是正赛的开始 国兵球员将会在5月23日陆续登场 决出进入到16强的选手 国兵男队正赛球员有 杨敬均 林高远 林诗栋 周启豪 相鹏 杨敬均 袁立岑 温瑞伯 黄友正 而女单则有王毅迪 陈兴同 钱天一 宽曼 黎雅可 石巡窑 陈毅 刘伟山 不出意外 在16分之1决赛当中 就会出现内战 和全景赛似乎一样 因为国兵的资格赛选手 加上正赛选手 确实人满为患 谁能够冲出重围 也证明了 这一战比赛的状态是非常出色的 5月24日将会是本战最为繁忙 赛程最密集的一天 在这一天 需要决出男单和女单八分之一决赛的胜者 还要决出混双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的胜者 还有女双和男生四分之一决赛的胜者 而王楚钦虽然没有参加单打比赛 但是在这一天 也要进行一天三赛 分别要出现 两次混双和一次男双 5月25日 赛程将会更为关键和胶着 这一天将会产生第一个冠军 就是混双的冠军 王楚钦和孙颖莎将会是这一战的夺冠热门 另外还有男女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的角逐 以及男生和女双的半决赛角逐 最后一天 5月26日 将会是四场决赛 男女单打决赛和男女双打决赛 因为这一次国兵参赛人数众多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很自信的 起码包揽三个项目以上的冠军 还是有把握的 提前预祝国兵健儿 取得佳绩 此外 5月18日 在国际平联公布巴黎奥运会 混双参赛组合之后 在国际奥运会规定的截止时间前 各个协会奥委会对各自拿到的奥运席位 全部进行了确认 至此 巴黎奥运会乒乓球16队混双组合尘埃落定 王楚钦 孙颖莎将代表国拼出战 承担着为国拼在巴黎奥运会冲击首金的重任 在5月7日 国际平联世界排名公布之后 巴黎奥运会16队参赛组合就已经出炉 不过仍需等待各国家或地区奥委会最终确认 根据规则 巴黎奥运会混双共有16队组合参赛 各项州级选拔赛 奥运资格赛产生9个席位 根据世界排名产生余下7个席位 这16队组合分别是中国队王楚钦 孙颖沙 韩国队林中勋 申玉斌 日本队张本智和 早田希纳 中国台北队林云如 陈思雨 西班牙队阿尔瓦罗罗伯勒斯 萧瑶倩 中国香港队黄振廷 杜凯勤 罗马尼亚队奥维度约内斯库 伯纳戴特斯索科斯 匈牙利队 兰多尔埃克塞奇 多拉马达拉茨 德国队丘党 尼纳米特兰姆 巴西队 维特艾什 高桥布鲁纳 法国队埃利克斯勒布伦 袁佳南 瑞典队克里斯蒂安卡尔森 克里斯蒂娜卡尔伯格 古巴队豪尔赫 坎伯斯 丹尼拉风塞卡卡拉扎那 埃及队奥马阿萨尔 蒂娜梅谢福 澳大利亚队林文正 池弥亨 朝鲜队李正池 金琴英 乒乓球混双在东京奥运会 第一次进入奥运会 成为乒乓球项目 在奥运会中的第五个项目 但却是最先进行决赛的项目 每支队伍尤其只有一队组合 获得奥运参赛资格 巴黎奥运会乒乓球混双项目 要产生新的冠军 国兵组合王楚钦 孙颖沙 成为夺冠大热门 这次进入奥运会